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iew.js的第27课 第27期 今天咱们的标题就是 大家请看组件中的传递数据 上一期咱们讲解了组件的数据 但是那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你那个数据啊 是组件内部的数据 不是我外部的 那么今天咱们作为组件的使用者来说 我要用你这个组件 那么我还不能白用 不是白用 就是说我得给你传数据 你不能光用你自己组件内部的数据 你需要跟我外部 跟我的使用者进行交互 今天咱们就讲如何为组件传递数据 知识研 就是一个为组件传递数据 咱们今天要制作可接受参数的组件 咱们看看怎么做 应该不会太难 应该 咱们看一下 今天咱们代码的例子是 您的 稍等 这是你的不像话 稍等 咱们客气一点 以理为先 您 您的成绩是 咱们看 咱们今天做了这个组件 可以接收一个成绩的参数 这个参数是 是您取得的成绩 对吧 你没考好 取得50 不错 65及格了 90 优等升 100 尖的升 可以进北大 就这感觉 咱们的组件 就是说 接收一个分数的参数 然后在里面运行给用户 或者说给您 显示出来您的成绩的评价 好 组件的使用方法 就是这么一句话 一句话 感觉是四句 就是一句 我指我拷贝了 对不对 传不同的成绩 好 咱们看一看 这个test result 就说这个考试结果的组件 咱们怎么写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咱们这个组件的定义 咱们一行行看 首先说 view.component 这是个全局组件 然后text-result 这个叫做组件名 tag名 接下来 注意 注意 这声音有点大 这个地方是今天咱们这课的重点 知识点 point 什么地 看 这个proper就是属性 就说我这个组件 test-result 这个tag 能不能接受参数 能接受什么参数 参数名是什么 就这个scope 这个scope 注意 和这个scope 可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就这么一个知识点 其他的跟咱们平时 跟咱们平时讲课的内容 是完全一样 咱们看 这是今天的 重中之重 然后 组件模板 显示出来 注意 显示出来 您给我传进来多少分 用户传进来多少分 同时 对这个分数的评价 显示在他的后面 test-result 对他的评价 好 test-result 是个什么东西 注意看 看过我前几期朋友 应该知道 这是一个计算属性 computed computed 里面有个计算属性 叫做test-result 这个注意 它可不是属性 它是一个函数 有朋友说 什么叫计算属性 什么叫computed 没关系 您别着急 如果您没看过我前期的朋友 您看一下我前期的计算属性那一章 会对计算属性有详细的描述 今天咱就不描述了 咱们把它割爱掉 好 咱们看 好 这个对您成绩评价函数里面怎么写呢 首先是一个返回值 然后呢 说如果您传进来这个成绩 小于60 我给您打印一个 不及格 注意看啊 这个其实就是在画面上要显示的值 这个值呢 会通过这个函数的return 下面进行返回 这是咱们程序的主框架 好 咱们继续看细节啊 小于60不及格 得好好学习 不能天天玩游戏 不能天天总看NBA 好 一般咱们大学生都喜欢看NBA是吧 我这么感觉 为什么 现在这个足球场啊比较少 你说大学生你想踢足球 太奢侈 打篮球 篮球那个足球场 那个篮球场你都不好做 学校管的还严 这是题外话 咱们看啊 如果说您大于60 那就走这个吗 IOS 那如果您大于60 但是小于90 我给您一个评价 中等生 不能算优秀吧 换句话说 你在班里啊 你就做中等偏后 你做不了第一排 第一排那都是优等生 对吧 第一排优等生啊 好 第一排应该是VIP 是吧 好 如果说您大于 如果说您不小于90 那咱们接着走下一个分支 那么如果您小于 注意看 小于等于100 我把100在这个地方 也包括进来啊 就说你91到100都可以 那么呢 我给您打印 优等生 清华北大向您招手 就这个感觉啊 好 这个呢 就是今天咱们代码的例子 咱们拷贝一下 看看运行的结果啊 go 拷到这个地方 好 然后咱们运行一下 对了 有朋友说你是怎么运行的 你是怎么运行 怎么在这个本地 搭了一个http的服务器 咱们今天正好 接着这个机会 咱们讲一下啊 这个呢 是Chrome的一个机能 一个插件 就这地方 叫web server 我点击它之后 它呢 就会动态在本地 开一个服务器 好 这点我改一下啊 因为 因为这个 这两天我还在做一个别的课件 咱们有机会再说 今天呢 咱们还是先完成 咱们view.js的课件 view.js应该还有几期 咱们讲完之后 我呢 再给大家讲解一下 其他的课件 请您期待啊 好 咱们运行 go 好 出来了 咱们注意看 您的成绩是 第一行 50分的时候呢 我打印的是不及格 65 中等升 90 优等 100 也是优等 打印的书式呢 就不叫书式 书式像日语 打印的格式呢 就是模板中的内容 首先是个DVA 然后呢 打印出您得多少分 不是 您传进多少分 然后呢 把这个测试结果 计算属性 给您返回回来 这个就是今天咱们传递参数的组件的例子 不知您呢 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算很难啊 如果觉得这个客人很难的朋友 请您给我留言 我呢 会再给您讲解的解答的细致一些 好吧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内容 今天的代码呢 我已经放到了开源中国的服务器上 供您下载参照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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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